中国铁塔788,H股市值504亿元,H股家号内支股总市值1901亿元,36个月前上市,IPO价1.26元,前年炒上2.3元,P109倍,以超高股值入市,自然输得7分8数,经过4年盈利大约翻3倍后,股价缩半而又潜水,买得 一,中国铁塔内支股发行1293.45亿股,中移动941,联通762,及中电讯728,共持有1215.84亿股,H股466.63亿股 据彭博统计,持有与5亿股的基金共有15个,共持290亿股,占发行股数62%,散户输,基金也输 2.中国铁塔是全球最大通讯铁塔基础设施服务提供者 2017年,12月年结,盈利19.43亿元人币 2018年赚26.50亿元人币 2019年赚52.22亿元人币 2020年赚64.28亿元人币 今年Q1,中国铁塔营收211.51亿元人币 按年上升7.4%,纯利16.94亿元人币 按年增长16.7% 彭博综合预测全年赚80.43亿元人币 增25% 预测P18.9倍,2022年 P进一步降至15.3倍 3.中国铁塔今年预测PB0.82倍 反映超值 去年11月,长和001协议出售欧洲六家发射塔公司 六公司成立不久,盈利似有还无 作价915亿元 交账面成本366亿元高出1.5倍 即PB高达2.5倍 由此可见 相关铁塔资产是非常值钱的资产 中国铁塔你影响有较高的PB 4.中电信728早前获中证监批核回A 今年以来股价大升44% 再之前中移动941亦表示回A 中国铁塔回A 适合李聪敬 红丑国企回A大受股民欢迎 公司管理层不可能未作回A研究 中国铁塔从未炒过回A 一旦有消息,随时平地半星雷 5.中国铁塔最新公司新闻事上周 与华为 比亚迪电池 百度智能云 由草银行1658等合作 提供铁塔换电等多元化智能源服务 中国铁塔现价1.08元 买得 向上第一关是1.26元的IPO价 潜在升幅17% 中线目标1.45元 潜在升幅34% 折合2021年PB1.1倍 瑞信看2.05元 中国银河看1.9元 小鱼小鱼同场家影大鱼大鱼 7月16日预测英皇中标887 市值14.9亿元 将发中绩营起 古期上半年赚0.9亿元以上 相对于去年同期的建红1.14亿元 公司上周发营起 上半年料赚1.3亿元 EPS1.92仙 以上 其内营收18.6亿元 按年大增超过100% 软性预期 英皇中标上半年盈利年度快2.6亿元 P5.7倍 PB0.28倍 以去年7月至今年6月的12个月盈利2.93亿元计 P5.1倍 三大同业周大福1929今年预测P22.6倍 PB4.6倍 陆福590预测P12.5倍 PB1.25倍 周生生116预测P8.8倍 PB0.70倍 英皇折扬太大 英皇现价0.22元 较7月高位0.247元低11% 目标重温0.344元 潜在升幅56% 中文字幕提供